热转印与网板印刷哪一种比较好,四大方面带你比一比。 一生今天要针对热转印与网板印刷之间的差异进行讨论,根据以下四大方面介绍,方便大家更清楚了解两者间的差别。 一、以人力的角度来看,相较网板印刷的繁复工序,热转印仅需要一名人员,操作电脑设备即可完成,可节省人力资源与成本,更妥善管理人员及工时。 二、以时间的角度来看,网板印刷在完成印刷后需洗板、晒板,且晒板尤其耗费工时,期间也无法再进行加工,不仅制作时间较长,效率也较差,而热转印技术不需制板,可跳过繁琐程序,仅需以电脑操作即可快速完成。 三、以占地的角度来看,网板印刷需进行前述程序,因此需要相当庞大的场地空间,像是洗板、刷板的场地、印制的工作室以及晒板的弱大空间,而热转印印刷仅需摆放设备的厂房及进行设计与操作的办公室,既可小范围作业提升效率,也可节约土地、建筑成本。 四、以成本的角度来看,网板印刷需要开板印制,若少量印制会大大提高每单位印刷成本,而热转印印刷能依据不同需求进行克制化印制,成本也比网板印刷低。 热转印与网板印刷最大差别就是开板与否,影响了成本、人力、工序,热转印技术则是突破网板印刷无法达到全建层的细致程度。 印刷机属于生财设备,购买前务必透过全方位的认识与比较,以便选出最符合整体效益的热转印印刷机种哦! 一生成立超过20年,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,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,包含UVG分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, 拥有专专业售后保护团队,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,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,免费服务专线, 0800-520-005